炖牛肉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一招 炖出来的牛肉就像豆腐一样嫩 软了又入味 特别的好吃下饭 首先把牛肉切成小块 然后准备一盆清水 加入半勺食盐搅匀化开 接着把牛肉放淡眼水里面浸泡10分钟 泡过淡眼水的牛肉会变得很软 这样更容易熟 而且牛肉的口感会更好 每天都在废勤旺食 偶心里学的焦灼菜 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已经泡好了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血水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接着把牛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葱姜和料酒 很多朋友在焯水的时候 都是水开了再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的话 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 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就会非常的轻 所以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我们看一下煮出了很多的血沫 用勺子把煮出的血沫撇出去 焯水之后捞出冲洗干净 起锅烧油 下葱姜和干辣椒炒香 然后倒入牛肉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红烧料 做红烧肉 红烧排骨 红烧猪蹄 红烧牛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倒入砂锅 再加入半罐啤酒 去腥增香软化肉质 要想炖出来的肉更香 一定要往里面加入开水 加入适量的开水冒过牛肉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香喷喷的红烧牛肉就做好了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软了又入味 真的太香了 开胃又下饭 做法也很简单 希望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